现在朋友圈在一块先得打听打听价值观 要不然待会能掐起来 我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年龄越大 越渴望温暖 他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把羞耻感给切除了 我会很羡慕他们 什么叫活着 其实都是为了追求如内高潮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人的判断都是推己及人 您出去遛狗 你以为您遛狗吗 狗也在遛你 还有一种欲据还迎的那种反抗 当今这个技术的巨大的能量 实际上这些技术的创造者也是失控的 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无限的 实际上本质的我都是有限的 科学要否定之前的科学 权威要干掉之前的权威 我们人类才得意往前去思考 有的时候咱们生活里纯凭理智做决定 说实在话 你的感性也许很痛苦 生物不会演化出这种笨蛋的机制 为什么非要假设到元宇宙去的人不吃饭 就是咸菜呀 怎么让他说的愈鲜愈死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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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